有很多朋友很想留在那邊 拿永居甚至乎入籍 但好像又不是大家想那麼容易 Yanis就是一個成功的勵主 大家去找他分享一下 我大學的時候 我讀了一些雙科的科目 就是管理和國際商業 在畢業後 發現自己頗想移民 選擇了幼教的科目 我讀了兩年的幼教碩士學位 畢業後兩年 我終於在今年拿到永居的身份 會計、工程、醫療行業 IT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移民的 這些都是比較熱門 比較多人會選擇的行業 簡單來說 它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都可以幫你抽分數 例如你的年齡 你留在澳洲讀書有多久 又或者你要去考一些英文史等等 都是會幫你加分的 當你去申請移民的時候 政府是會由一些分數比較高的人 開始慢慢地批准 如果你永遠只是達到門難分數的時候 永遠都不會有你的份 我相信IOS是比較多人熟悉的 而另一個同樣類型就叫做PTE 它是一個對著電腦考的形式 如果你真的想移民成功 你起碼要考到有4.8的分數 這個分數 IOS來說 基本上我是連身哪些Logo的朋友 他們說去考 都不可能會達到這個分數 但是反而PTE 你努力一下 是會有一個 你真的會考到的 我還考了一個CCL的翻譯史 它會考你半小時左右 就是它會播兩段的錄音對話 它就是一句會說中文 一句會說英文 你就要即時去翻譯它那句說話 所以其實這個都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首先它概括的範疇是非常之多 它可以是關於醫療 可以是關於法律 可以是關於有個人突然之間報警之類 所以它會有很多的專業的用詞 你要懂得去怎樣翻譯 這個也是要靠自己 可能報讀一些課程 然後去訓練和了解 首先來說 你真的要想清楚自己要選什麼課 你要選對了那個科目 非常之重要 再加上我覺得 IOS和PTE 是可以提前準備 因為它其實有效期 我記得是 如果是課移民是三年有效期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在學生時期已經開始準備 就會比起你之後上班 一邊去籌備考這些事 可能會沒那麼辛苦 還有就是一些CCL的事 即這些翻譯事 我覺得所有的考試 你越早準備定就會越好 到你到時出來工作 就不需要那麼辛苦 同時兼顧那麼多事情 我覺得大家真的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就是可能你要在哪一段時間裡 要達到一些目標 就不要說 過到來之後才慢慢想 怎樣照顧 怎樣去退 因為真的如果你沒有一個簽證留在 到時你就只能夠再回香港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還有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時間點 給自己是真的很重要的 透過南嶺去申請移民 我就比較少聽到 但是我知道南嶺在這一邊 賺錢其實真的比較吃香一點 澳洲這一邊南嶺的工資比較高 真的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能夠透過南嶺去申請移民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因為真的賺得很多 代表不可以當作一個加分 因為它的工作經驗 一定要符合移民科目的村業 然後做滿一年 還有它也有工作時數的限制 移居台灣手冊 整合移民台灣入籍五大途徑 分享港人成功案例 分析台灣市況 整合置業、生育、生活貼士 一書看盡在台生活錦囊